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 大家热烈讨论的都是年终奖金的话题 在南部呢有这么一家知名的连锁餐饮业 那么去年他们的营业额成长了两成 而业绩冲上前三名的都是七年级生 这一打破了一般人草莓族经不起考验的想法 老板为了鼓励的年轻店长的冲劲呢 决定大手笔发给了7.5个月的年终奖金 算一算大约是30万 另外第二名第三名的也至少有五个月 辛苦工作了一年 真的就是年终结算的这一刻了 南部这间连锁餐饮店 没有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年终最高发出了7.5个月 将近30万元的高额奖金 超幸福的我 我多希望有这么多钱 如果公司也能给我这么多的钱 我一定更努力的工作 厉害的是领最多的是一位七年级的廖小姐 年终高达7.5个月 有将近30万元的奖金 而第二名的则是一位陈先生 也领到6.1个月将近25万元的奖金 而这位第三名的杨先生 身上店长两年多 今年的年终也有4.6个月 将近20万元的年终奖金 然后第三高的年终奖金 让我的感想会觉得说 这是受到公司的肯定 然后我一年来的辛苦 也是值得的 去年的整个业绩表现都不错 那店长他透过他自己的努力呢 那争取到我们的红利 那整个算起来 以店长的底薪算 经济不景气 就连国营企业的年终 也可能被打到乱砍 各家企业的年终 也几乎都缩水了 不过南部的连锁餐饮店业绩却逆势成长 去年的业绩比起往年成长了百分之十八 年终最高开出了七点五个月的红盘 还蛮羡慕的 怎么说 就这样景气不好 这样蛮多钱的 还不错啊 七点多当然很不错 会怎么 就很高啊 自己想你吗 我蛮想你的啊 如果我可以的话 民众一听到餐饮店的年终 竟然可以发到七点五个月 眼睛都亮了超级羡慕 看来经济不仅期待 民以食为天 餐饮业烦倒成了逆势成长的行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